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梦雨 今天小编要为大家介绍一部 18年新上映的美国奇幻电影《野生狼性》 小女孩Linda从小到大 一直都被自己的父亲囚禁在一个小木屋里面 而且这个大熊还跟Linda说 小木屋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为了不让他出去 大熊还把门通上了店 几年过去了 已经变成了少女的Linda 发现自己被子上有血 啥都不懂了她 以为自己要领盒饭了 大熊知道这个血迹是因为一些生理原因造成的 但她并没有给Linda说明原因 而是跟她说 你生病了 然后每天都以此为借口给她注射药物 在药物的影响下 直到成年 她也没有再来过例假 她因为整天都生活在小房间 渐渐地对生活开始失去了希望 就要求大熊杀了她 大熊一听 拿起手枪 对着自己开枪了 血尽了Linda一脸 小女孩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直接吓晕过去了 醒来后 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里面 女警察艾伦一直在安抚着她 艾伦还从医生的口里得知 Linda一直以来都被注射了一种 抑制雌性金素分泌的药物 出院那天 她把Linda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艾伦还有个弟弟雷 三个人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 停止注射药物后 Linda的身体也逐渐发生了好转 她对肉类极其敏感 有次 独自一个人放学回家 结果在小路上 突然看见了一只小麋鹿 她的贴性 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 循着小麋鹿的踪迹追了过去 回到家里面后 艾伦告诉琳达 大雄只是她的养父 琳达此时此刻的心里 五味杂沉 雷看她心情不好 就带她去参加派对 玩着玩着 她俩就情不自禁的 开始亲吻起来 琳达感觉自己的牙齿 好像出了点问题 惊恐的她 赶紧跑去了厕所 发现自己的牙齿掉了一颗 雷一直隔着门询问情况 但是琳达并没有理会她 直接从窗户那边跳了出去 小树林里面有个男的 不怀好意的接近琳达 还试图废理她 结果她直接扑了上去 把那个男的脖子给咬断了 第一次杀人滋味并不好受 都躲到了原来生活过的小木屋 然后又跑进了小树林里面 在里面碰到了一个猎人 猎人一眼就看出来 琳达的不一般 她啥也没问 就直接掰开她的嘴 然后顿时就明白了 琳达是狼人的后代 猎人把她带到一个洞穴里面 在里面 她看到了自己母亲的遗孩 从猎人的嘴里也知道了 原来养父 以前就是专门捕杀狼人的 还看到了被扯烂的琳达的衣服 艾伦只能公事公办 她找到了她 然后还逮捕了她 大雄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原来自杀后的她 还有生命的迹象 于是警察就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医生高超的技术下 怎么可能不痊愈呢 此时的她给了琳达一个注射器 然后开启了劝收模式 她让她自杀 这一次的她没有听她的话 而是把她拒绝掉了 还跟她说 自己已经准备用狼人这个身份 好好的存活下去了 艾伦给她送饭的时候 她趁机溜了出去 雷还抢了艾伦的车 带着琳达去了小树林 两人在森林的小湖边缠绵了一晚 醒来的时候 琳达发现自己的指甲越变越长 猎人也在这个时候追了过来 带着女主角光环的她 最终甩开了猎人 几个月后 艾伦和猎人再一次进山围捕她 却发现此时的琳达已经怀有身孕 她再次跑到了那个洞穴 但她不知道的是 大雄早就已经在这里攻后多时了 最后 她拼尽全身的力气 杀死了自己的养父 几个月后 琳达顺利的生下了和雷的孩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